Hello 大家好 朱春奧 如果你還有多餘錢 又想在珠海買多間房子的話 這個好消息 剛剛剛才傍晚6時多 珠海住房城鄉建設 發表公告 發佈了促進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措施 明確六大舉措 包括全面取消 珠海商品住房限購 取消商品住房限售年 延限 稱要加快構建房地產發展 新模式 進一步滿足居民剛性 和改善性購房需求 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 平穩健康發展 在珠海市範圍內 購買包括新建商品住房 和二手住房 就不再審核購房人的資格了 取消商品住房 轉讓限制年限規定 有限制產權轉讓除外 提供住房公積金貸款額度 亦會加大金融支持房地產力度 支持發展商 對符合百名單要求的 合規房地產項目積極給予資金支持 做到應貸盡 保障項目按時建成交付 設實保障購房人的合法權益 相關部門將會指導 金融機構優化貸款審批和發封流程 加快放款速度 對開發建設暫時遇到困難 但資金基本能夠平衡的項目 就不麻木抽貸、斷貸、壓貸 通過存量貸款展期 調整還款安排、新增貸款等方式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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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年前還是限購限售 澳門居民過大陸買樓 又要供滿多少年社保才能買一層 還有禁售期的 估不到兩三年貨幣 即時180度轉變 現在什麼都不限 買多少層都可以 現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買 如果有興趣買的話 朱凱應該有很多選擇 中山也有很多選擇 正所謂早買早享受 不過現在買樓 遲買真的便宜幾舊 這集中心有得想之前 記得訂閱